大家好,2020年9月27号周日,现在是下午18点18分啊 这个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大家好啊 刚才聊到这个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啊 我突然间想起来,前些年我经常跟朋友说的一个概念 我的一个说法啊,我的一个理解 就是,现在不怎么提了 前些年经常说,说中国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我怎么听怎么这句话别扭 这句话从文理上,从这个,是吧 从这个潜词造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并句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领导是上下级的关系 是吧,你跟你部门的属下 你跟你单位的下级是上下级关系 然后又多党合作 合作是平等的 对吗 所以这句话本身就说不通 还有比如说中国好多话都说不通 比如说叫什么 民主集中制 民主和集中 集中是集中的什么 集中的是权力啊 那么集中的权力是什么呢 不就是专权吗 不就是集权吗 甚至直接说就是独裁吗 那你独裁和民主 这完全是南辕北辙呀 完全是天壤之别 迥然不同啊 对吧 所以中国好多话你越听 你都觉得很可笑 对吧 可是你能在一个公开场合 你跟别人讨论这问题吗 只能是私下跟自己比较熟的 比较过心的 比较有信任度的朋友聊 对吧 这个啊 看看这个 这个是叫2016至2020年度 双一流建设周期 985高校专家评议结果 然后 有序号高校名称 评议结果 一清华大学全面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这又是一个叫内循环 这又是自己给自己佩戴勋章啊 自己给自己授勋 二北京大学全面实现了双一流建设近期目标 三中国人民大学 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谁说你是啊 你自己说你自己 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 第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航啊 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 五北京理工大学 实现了既定的双一流建设目标 六南开大学实现了既定的双一流建设目标 七大连理工大 高质量的完成了双一流建设目标任务 八东北大学 高质量完成了双一流建设阶段性任务 这个好像差点近哈 是阶段性的 实际上是没完成的 但是这里边谁完成了 你自己的专家 你自己的党组织 太逗了 第九吉林大学极大啊 双一流建设与总体方案符合度高 目标达成度好 哎呀 这跟红小孩一样 十哈尔滨工业大 哈工大 实现了预定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 人家好像国际上大学有个排名吧 不知道怎么排的 但是好像中国入围的真不多 其实很多大学 有的说北大清华 老北大老清华什么燕京大学 什么京师大学堂 其实解放初搞了一个 1949搞了一个叫院系调整 他把你的大学其实都打乱了 而且真的过去有这种教授制校 啊 然后那个高等教育自制 校园自制 这个1949之后都没有了 其实这些大学有的都是 徒有其表了 真的就跟北京的老字号似的 你怎么吃也不是那味了 还有同济大学啊 上海的 说全面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我觉得中国啊 现在越来越走向一个开倒车 倒退 封闭 而且还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 啊 我们要给世界经济开药方 我们要引领联合国的什么发展方向 你何德何能啊 真的 能不能要点脸 是不是 然后还有南京大学 说学校总体实力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还有东南大学 说高质量圆满完成 完成啊 2016至2020的双一流建设任务 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真的挺可笑的 我觉得 我是没上过大学啊 但是我都觉得这大学 自己给自己 是吧 苏联时期不就说吗 伯雷尔涅夫 安德勒波夫 提尔年科 赫鲁晓夫 互相给自己 佩戴勋章 再看看这个 这个叫革命有风险 做官需谨慎 看看这些人啊 都什么结局 上边这是早一批的啊 左边陈云被斗 陈云还行 陈云原来搞经济啊 他主管经济 但是老毛不喜欢他 所以后来他就 他比较聪明 他就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他就掏光养晦 他就养病了 所以斗 陈云斗的 你现在看不到 有任何文字 说陈云文革 给打给什么的 很少 陈云还行 但是陈云是保守派 从他这个保护自己 这方面 他比较成功 陈云是俩儿子 仨闺女 最有名的是陈云 这个国开行吧 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 是就在府城门外 府城门外 大街和三里和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是那个大厦 他的继任者不叫胡怀邦吗 抓起来了 胡怀邦的老婆都跳楼自杀了 然后国开行的山东分行的行长 在北京春树园 他买的房子也在那房子里也自杀了 陈云的警卫参谋 我认识是为客户 东北吉林的 在北京 然后也分到一个国家机关 管后勤 这个中央警卫局系统的 很多人都分到了北京的一些 还不错的衙门里边 当然他们不懂业务 所以都分到后勤 机关服务中心 行政处 管管食堂 总务科 这样的比较多 然后那哥们对我挺好 对我是不错 然后说我们这送粮食的都是清华大学讲过课的 后来我纠正他 我说我清华没讲过 我北大讲过 没要过一分钱那人 可能他也不缺钱 然后他老婆是一个大学的德语老师 第二个秦邦县 秦邦县就是博谷 死的比较早 共产党里边有个四八列是 有秦邦县 有博谷吗 说是跟叶挺一块 叶挺 叶挺的孩子 坐美国飞机 是哪一年的4月8号 从重庆飞延安 结果下大雾吧 飞机迷航 在山西兴县 叫黑茶山 然后有博谷 就是秦邦县 有叶挺和他们家闺女 有四个美军飞行员 机组成员 还有邓发 邓发也是中共的一个情报头子 还有谁来着 反正一堆人 十几个吧 然后你看革命有风险 做官许谨慎 然后就是彭德怀死了 死于非命 彭德怀住在丰台 叫吴家花园的地方 他老婆跟他离了 他老婆叫普安修 还是叫普洁修 跟他离了 所以后来彭德怀又给恢复名誉 开追导会 平反 他那老婆要参加追导会 彭德怀没孩子 彭德怀跟周恩来一样 起码表面上都没孩子 周恩来可能还有 彭德怀应该是没有 然后要参加追导会 彭德怀的侄子侄女都不高兴 刘少奇就甭说了 刘少奇也做了很多恶呀 你以为他就是好人吗 对吧 周恩来 周恩来 周恩来本来还能多活两年 结果毛泽东跟他同归于尽了 周恩来检查出来有癌变 膀胱癌吧 毛泽东让医疗组专家组的人别告诉周恩来 那些人就不敢告诉 结果到了周恩来死在他前头了 其实周恩来的派别 周派是中共里边最有实力的一个派别 周恩来会为人 按今天的话讲叫情商高 然后张文天也给斗死了 张文天论资历 那是老毛的领导 比毛泽东地位都高 但是基本上算个偏文化人吧 好像他当过驻苏大使 先是王家强 王驾祥 后来是张文天 后来调外交部当副部长吧 他老婆叫刘英 好像是外交部的政治部主任 他反对周恩来的铺张浪费 周恩来讲排场 好吃好喝 就是喝茅台呀 摆国宴呀 这都是周恩来的意思 张文天是反对的 但是呢 他是个副 外交部副部长 是吧 这一代副子就不行了 周恩来是总理兼外长 当然比他地位高啊 官大一击压死人啊 这是第一排 这是后一排 前一排康生 反党集团 康生有一段时间 和四人帮林彪 走的都挺近的 但是康生75年就死了 但是他死之前 应该是向毛泽东举报 说江青或者张春桥 说都叛变过 他最清楚 他也是大特务头子 肃反 延安整风 他整死了很多人 他的大秘书叫李新 李新是汪东兴的副手 中办副主任 就是李新 最早向华国锋提议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李新的 跟他有点关系的人 我认识 然后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下场也不好 整死了那么多人 他也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啊 他那孩子死的死 傻的傻 残的残 对吧 王家祥也是被逗 王家祥的老婆 是不是叫朱中丽啊 前两天我听一个 在美国的红二代 说 说这个王家祥的老婆 跳舞的时候 跟毛泽东 说毛泽东还摸人的屁股 这属于性骚扰 这个思德实在是有问题 然后朱德 朱德也是死因不单纯 有人说 说在文化 人民大会堂 说吹了冷风 然后就感冒了 还有人说他死因 说被毒死的什么的 咱也没看见 但是说谁呢 皮定军 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 说他掀了掀开了朱德的 那个盖着脸的布 发现脸都黑了 不知道真假 说结果皮定军也死了 说直升机失势 有的说是被火箭弹啊 火箭筒啊 或者地对空导弹打下来的 说他掌握了什么东西 咱也不知道啊 咱也不知道 说什么文化大革命 有几个副总参谈长 什么李天佑之类的 也被暗杀了 说在什么东四牌楼 西四牌楼 说有那个什么 中央警卫局的人 穿便衣 开枪 给打死 说旁边停着车 车上没有车牌号 说当时只有中央警卫团 8341部队的人 有可能 那个吉普车 是没有车牌的 其他都有车牌 而且那个年代车非常非常少 一般的单位都没车 派出所公安局 都是骑自营车 要不然腿的出去办案去 当然这都是野史啊 没法证明真假 然后这个人是向英 向英早逝啊 向英是被杀的 被国民党杀的 是晚南事变被包围了 十倍的兵力 一比十 新四军大概九千多 国民党是 第几战区 第二还是第几战区 顾铸彤和上官云香 顾铸彤江苏人 上官云香是山洞人 他们俩组织了部队 给包围的 因为也巴勒军 也新四军也不听命令 还有王明 王明 王明真名叫陈少宇 也是反党集团 所以你看这个老一辈的 这个照片上的人 没什么好下场 下边的呢 你看胡锦涛 中央军委主席 旁边两个副主席 都被抓了 还有其他的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 不是我 我不是都认识啊 这个是郭伯雄 郭伯雄提拔了 那个叫葛什么 一个总参部长 不叫葛什么 那个人叫什么 不叫葛振锋 忘了他名字了 当时总参部长叫张阳 总政主任叫张阳 张阳自杀了 那个总参部长 也被抓了 现在郭伯雄 在监狱里 这个是徐才厚 徐才厚 旁边是梁光烈 也当过总参部长 好像也当过 总后勤部的部长 他打过对月战争 七九年到八几年 他可能是个军长 或者市长 军事长 这个曹刚川 曹刚川 梁光烈是贵州人 郭伯雄陕西人 徐才厚是大连 大连金县的吧 还是副县的 瓦房店 瓦房店是副县 他之前那个总政主任 俞永波也是副县的 瓦房店是的 可能就是老乡 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曹刚川是河南武冈人 武冈就管两个县 一个武冈 一个叫武阳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当年 这个中共最高层 怀疑过曹刚川 他也当过军委副主席 因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被枪毙的 那个泄露机密的 刘连坤少将 说他想发展曹刚川 后来查过曹刚川 发现他没问题 这后边是李继奈 李继奈山东腾州人 叫腾县 抗日战争 台尔庄在腾县打过仗 这个鲁南地区 快到苏北了 这个李继奈 当过总后勤部部长 还有一个总后勤部部长 叫傅全友 后来当过总参部长 为什么叫傅全友呢 人家说付了钱 军火全友 这个李继奈有个 妹妹还是弟弟啊 反正他的侄女 不是说在美国还杀了人吗 后来很多钱 保外就医 好像逃回中国大陆了 李继奈的亲侄女 应该不是他女儿吧 是他侄女 也是在美国 搞了两三个男朋友吧 好像有黑人 有白人 后来好像和其中一个男朋友 联合起来 把另外一个男朋友 给杀掉了 但是后来呢 就 有钱吧 反正就保外就医了 这不叫保外就医吧 在美国叫保市了 还有谁啊 后边有一个叫陈炳德的 陈炳德是江苏人 这个在邓小平时期 军队将领 以山东 焦东人为主 焦东半岛的多 像什么这个 张万年 池浩田 都是什么烟台的龙口啊 什么朝远啊 黄县 都这一带的 这个 后边陈炳德可能是啊 在后边的这几个就不认识了 这个说日本又研制出一个新东西来啊 日本研制出来的 说日本诺贝尔奖物理奖获得者天野教授 成功开发出无线输电技术 输电都不用线路了 说今后就不需要电线来送电了 说日本的科技开发成果果然牛啊 这消息现在不知道真假啊 反正有这个消息出来了 好吧 就聊这么一段啊 朋友们 待会儿再跟大家聊别的啊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再见 蒙古语 巴亚斯泰 是吧 巴亚日拉 西班牙语怎么说来着 打logo 加泰罗尼亚语啊